显得一般了 延伸体育场啊 本来它虽然也算是上海市区 离黄埔江非常近啊 在浦东非常繁华的一块地区 先来看一下亚太这次 倒三角传球非常不错 蒋哲的打门推得太正了 本来蒋哲要是稳点的话 可能比分会再度改写 接着说身心的主场 延伸体育场 其实地理位置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 在一个离黄埔江很近 在浦东周围呢 也是各种高档的写字楼 也有 很好的这么一个环境建设 相比于之前的 偏远一点的金山体育场啊 其实这个场地硬件条件要好一些 但是想一想 现在上海的另外两支中超球的 上海上岗和上海绿地深花 上海身心的这个命运跟他们相比啊 真是 他们是天上身心是地下 战尼尔的投球攻门 79分钟 扳回了一球 比分来到了3比1 但是这个进球来的是不是稍微晚了一点呢 身心队通过一个定位球 我们来看一下 直接找这一点 应该是才上场的吃中国 球的落点不错啊 亚太在这个定位球的防守当中 漏掉了丹尼尔这一点 现在每一个进球啊 对于上海身心队这边来说 更多的是 气势上 或者说是信心上 我们看通过这个警别 在场边 在原神体育场的上海身心的球迷 看到自己的球队进球之后呢 很多是坐在座位上 鼓掌 对于上海身心队的上海身心队